十二,《蘋果日報》2009年12月18日報章 E.05名彩論壇 G.G.西語拜佐丁山多指引多成本參加新城財經台香港經濟峰會2010 見到好多朋友,峰會每年由匯豐全力策動,故此會場內有不少匯豐客戶 其中一些遇上丁山老祖認識,碰到一位廠家時,問他生意近方如何 他說:「不死得,捱完一年海嘯之後,那單慢慢翻回來。」 雖然理前不如理想,有單總是好過吃百果 其實廠家 老祖穩長了,今天將間廠關門他都夠響三代 但是廠家 說做開總是要做,養住一班職員工人 不用食日肉他都想繼續下去,去年無單止時他甚為有空 有時間周圍行就閉嘍,買了幾首E.L.N. 接貨後到波,現在都未回家鄉 左丁山笑他,使不使上街示威,抗議銀行誤道啊 廠家 師 說,傻嘅咩 其實我自03年開始玩E.L.N. 賺過不少,08年一次過書翻世而已 不可以軟銀行的,要軟的就是現在去銀行買產品 一定要聽一番風險評估,要錄音,搞到鬼敢煩 銀行產品經理一邊講,我就一邊看《蘋果日報》 到他講完,錄完音,我就簽字作實 邊處有心機聽位經理品神啊 這些人不用金管局指引保護的 但全世界監管當局都說要收緊條例 偏重保護投資者,一微增加銀行成本 至於效果如何?從北見有人分析研究 硬是認為越多條例越多指引越好 或者真是有用的 但金管局或者應該撥款給大學教授 對加強監管投資產品銷售之真正成本效益 做一番詳細、深入的研究 香港麥當勞茲開山此早五日照博士 希望無記錯,就曾經講過 做到95%完美,並不困難 但要做到100%完美,看落似乎只是增強五個百分點 但成本之高會遠遠超乎想像 成本與得益不成比例 目前銀行銷售產品程序是否在此階段呢? 峰會演講嘉賓不少 陳德林預警資產泡沫風險 黃與佔港人才競爭 指出香港人大陸人通分數目日增 香港人口結構會有一番變化 李小嘉講講交所不怕外來競爭 曾進華話上善莫若水,必須靈活多變 黃東性港人民幣結算,各有見地波 曹仁超就話2010年的黃金股市外匯 都進入有波幅無聲幅階段 總之要順勢而行,熱錢來港就買貨 熱錢流出就夾貨 總之要順勢而行,問題是大家有無敢聰明? 正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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